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叫孟子 看似文静的外表下却是个名副其实的赌徒 她转学来到一间只收有钱人的私立学校 在这里学生完全不用学习 而是磨练赌博技巧 盈万能在学校横行霸道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输了则要背负沉重的债务沦为家畜 这个男孩叫林景是班里的班长 输给了一名叫亚里的女生 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普通人想要闲鱼翻身基本不可能 课间林景帮孟子熟悉校园环境 嘱咐他 这间学校是赌成性 绝对不要参与 这里全是有钱人 赌博金额大到离谱 一旦输掉就会步入深渊 想爬都爬不上来的那种 孟子不以为然 只对他佩戴的家畜台感兴趣 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回到班里因过于可爱漂亮 被同学围观 亚里看他不顺眼 提出一场赌局 孟子兴奋地表示 如你所愿 教室瞬间化为赌场 这次赌的是卡片猜拳游戏 规则是 教室里所有人分别画好石头剪刀布 再放入投票箱中 之后从箱子分别抽出三张卡片 再抽取一张进行猜拳 如果三张都一样的话 就算做平手 因为不知道大家画的是什么 也就意味着石头剪刀布的卡片数量不一样 每人分配120枚筹码 一枚代表一万日元 孟子先是下注两枚熟悉下规则 想要集齐三张 不同卡概率不高 很有可能拿到三张完全一样的牌 在这种未知的条件下展开互相博弈 第一局孟子石头获胜 大概明白了怎么玩 第二局直接压住50枚 把同学们都吓了一跳 亚里虽然也意外 但也没有退缩 好在是个平局 把一旁的林警紧张坏了 第二张孟子剪刀亚里石头 这局亚里赢 第三局下注两枚筹码 孟子的不赢了亚里的石头 第四局孟子再次下注50枚 这让亚里是又惊又喜 此时亚里将手伸进兜里 第一张平手 第二张亚里的不赢了石头 毫不客气地将50枚筹码收入囊中 顺便开始嘲讽孟子 来到第五局 孟子压上所有的筹码又输了 筹码被归零 看着手中的卡片一脸的茫然 这让他转学的第一天就负债120万 林警想要劝他回家 孟子却想借亚里的筹码追加赌注 亚里当然非常乐意 嘴里大喊孟子是个笨蛋 认为自己绝对不会输 因为班里30个人中 有21个都是欠自己钱的家储 这就意味着通过作弊下一局 会出现以下的局面 剩下的9人如果按三分之一的几率投票 能拿到布的概率非常的低 只要出石头基本稳赢 亚里问想追加多少 孟子表示1000枚 也就是1000万 亚里也不傻 想要抠手套白狼 这怎么可能呢 随即孟子淡定地从包里 拿出1000万现金 震惊了所有人 这让亚里兴奋到极点 认为对面是个傻子 孟子却像变了个人一样 孟子掏出1000万现金 决一胜负 亚里也毫不示弱地接受挑战 林景不理解 都输了120万 却还要继续赌 孟子开始对着镜子梳头发 似乎另有目的 来到最终站 亚里兴想 必须让他跪在自己面前 哭喊着求饶 班里的21人多数投了石头和剪刀 也就是说拿到石头就能赢 果不其然拿到两个石头 表面装作很淡定 灵魂就已经开始了嘲讽模式 孟子突然开口说 早知道你们一起作弊了 只不过手段比较粗糙 之前赌50枚的时候 先是出了两次石头 接着又出了两次步 每次都是打出同样的卡获胜 独少的时候就随意出牌 畏手畏脚 简直是老千界的耻辱 被看穿的亚里有点慌 孟子直言 好戏才刚刚开始 此时亚里的内心产生了些许动摇 当看着手里的卡后 才稳定了情绪 认为对方只是虚张声势 卡池里几乎没有步 胜利的女神依然站在自己这边 当出牌的那一刻 胜负已定 到了清算的时间 扣除输掉的部分 亚里欠孟子880万 亚里可没那么多钱 希望宽限几天 孟子提议 那就再赌一次吧 离开教室后 丙锦追问为什么最后会出步 就像早已知道 对方会出石头一样 孟子直言 很简单 既然知道对方作弊 只需要知道 哪种卡多就行了 亚里出卡没有规律 其他人很难配合 并且他没有发出任何暗号 也就是说 发送暗号的肯定另有其人 通过观察 同学们的视线 都望向同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你 在之后用化妆镜 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就行了 林锦很无奈地道歉 因为他欠了亚里很多钱 必须要服从 然而孟子 却给了他一叠钱 说着 多亏了你 才能如此的愉快 感谢他无意中帮了自己 不解的林锦追过去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投票箱里的布很少 最多也就三张 究竟用了什么办法拿到的 孟子可爱地说 那完全是运气而已 林锦脑子有点乱 一时反应不过来 等缓过神 觉得这个女孩太疯狂了 没有百分百的胜算 就敢赌上一千万 孟子告诉他 自己不喜欢 绝对会赢 和绝对会输的胜负 这个男孩终于认识到 眼前这个漂亮同学 是个赌博狂人 转天就告诉孟子 把欠的钱还给了学生会 解除了家畜的身份 等有钱的时候 会想办法还他的 孟子让他不要在意 完全不用还 此刻班里的亚里 成为了家畜 想要上前关心 亚里大喊 还不是因为你 才变成这样的 看见林锦摆脱了家畜 更是欺不打一处来 学生会的高层们 也得知此消息 因为刚来到学校 不知道这个学校传统 林锦就开始为他解释 在这个学校 赌博的强弱代表一切 强者成为追捧的对象 弱者则会被欺负 这一切都源于两年前 现任会长和当时的会长 进行了一场赌博 赢的人当选会长 输的人从窗户跳下 之后便开始施行 缴纳金牌行榜和家畜制度 孟子却一脸满足地感叹 能转学来到这里 真是太好了 一脸期待地问 什么赌博比较流行 简直像走火入魔了一样 林锦劝他别再赌了 输了的话就会变成 和之前的自己一样 尤其是不能和学生会 那帮人扯上关系 那些人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就在这时 学生会成员中的黄一月 邀请他赌一场 正愁找不到对手呢 毫无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 原来这个女孩通过上交纳金 一年级就进入了学生会 她家可不是一般的有钱 是家里的大小姐 据传说玩扑克从未输过 赌金初始金额2000万起步 孟子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黄一月就主动地借他 还不用支付利息 接下来赌博的游戏名叫 双重神经衰弱 使用两幅扑克牌 共计104张组成 必须要花色和字一样才算成功 即使说 在104张牌里能组成对子的只有一组 号称自己没输过 以至于这个玩法不怎么受欢迎 顺便推销起自己家生产的扑克牌 缴纳金牌行榜很快就要发表 亚里必须在那之前把欠的钱补上 否则下场留下 组局开始 孟子优先翻牌 第一张犹豫也没什么意义 翻开了一张红心4 再翻出一张方片4 虽然两张数字一样 但花色不同不能配对 轮到小月 他翻了一张方片3和红桃A 林锦分析 靠运气翻出一对的可能性为103分之一 翻过的牌还要再翻回去 考验运气的同时 还要比拼记忆力 接下来双方都没有组成对子 直到孟子再次翻出方片4 靠着之前的记忆 率先赢得2分 随后孟子翻出梅花K 小月配对成功 来到了2比2 直到比分来到24比20 两个人都记住了之前翻过的牌 接下来就只能靠运气了 很快比分来到40比36 只要拿下超过一半的分数 就能赢得这场赌局 之后小月就像开挂了一样 连连得分 连续翻对了14张牌 幸运女神再度降临 随后又翻出两对 赢得了胜利 主角不会要沦为家畜了吧 林锦安慰她第一次玩已经很厉害了 只是运气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然而孟子请求想要再来一局 委屈的说 实在付不起2000万这么多钱 距离胜利如此的接近 没法接受输掉的事实 小月取出收藏的真人指甲 因为大家不卖给自己 只能通过赌的方式获得 也就是说想要再赌一次的话 就赌孟子的手脚指甲 云锦想要制止 孟子却一脸凝重地说 难道你帮我还债吗 第二轮赌博开始前 小月说出了自家扑克牌的秘密 原来牌中有52张被标注了记号 这可是特别为自己量身打造的 牌的背面在达到一定温度时 就会浮现某种图案 反正就是通过高科技来作弊 虽然还需要记牌 但胜负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孟子告诉他 你家很有钱是没错 这场赌局才区区2000万不觉得无聊吗 如果赌上你家所有的产业 一定要提前做好 觉悟再去赌 开局自信地翻出一顿红桃寺 小月顿时觉得 对方发现了自己作弊 倘若被曝光的话 家里的公司肯定会遭到调查 此刻的孟子犹如神柱 一口气毫无失误地赢了这场赌博 孟子表示 但凡多设计几个图案 自己也赢不了 早早地就看出所有牌的背面都一样 你能看出来别人同样也行 小月终于意识到从比赛开始 作弊就被发现 然后把图案完完整整地都背下来 顺水推舟地表演起来 让自己慢慢陷入深渊 一旁的孟子还没完够 问他还要不要继续 看着瑟瑟发抖的小月奉劝他 以后不要以自己的指甲作为赌注了 取指甲的时候 惠藤的撕心裂肺 随即开始享受起这种赌博的快感 嘴里说着 让我们赌制疯狂吧 孟子虽然赢了赌博 似乎并没有满足 孟子一开始就发现了扑克牌被做了记号 为了享受赌博带来的快感 故意输掉第一局 在第二轮通过表演轻松完胜 小月不仅被叫一顿 还因输掉赌博被学生会开除 孟子在班里成为了追捧的对象 亚里想尽了所有办法还债 最后还是沦为了家畜 眼镜胸自此又多了一位宠物 孟子在和林景参观校园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叫传统文化研究会的社团 这里不是学习的场所 而是一间由学生会成员开设的赌场 恰巧现在正在举行公事战 可以随意旁观 有这种好事孟子肯定要去看看了 所谓的公事战是给予家畜们的一种权利 赋予他们向任何人发出赌博挑战的机会 被挑战者不能拒绝 如果被挑战者是学生会成员 则没有金钱限制 放宽条件让笨狗蠢猫尽情发挥 给予他们咸鱼翻身的机会 今天挑战的对象是学生会成员百合 也是这个社团的会长 当两人进入会场后却发现挑战者是亚链 正在进行的赌博游戏名叫生或死 赌金为一千万 规则类似轮盘和猜单双的混合游戏 首先确认筹码 再把十个像剑一样的棋子放入摇胡 轮盘上有三十个带有数字的小洞 猜剑插入的位置即可 双方必须在规定的十秒内将筹码放在想方的位置 剑刃朝上为生 可以将自己和赢的筹码一并收回 剑刃朝下则反之 同时压错则是平局 倍率统一为三十倍 当某一方归零时开始结算金额 现在比分为32比168 亚里陷入了迷茫 对方还在不断地给他施压 他深知这次输了就没有了翻身那一地 孤注一掷 将剩余的筹码全部下注双数 虽然风险高 但只要能中一个就能翻盘 开胡后自己压的22竟然中了 正当高兴时 突然百合开始大谈阔论 原来是剑刃朝下 堵了六枚的亚里 瞬间变为-180枚 刨去压错的箱底 共计148枚 负债4960万 攻市战结束 这时的亚里 目光呆滞被人架离了赌场 彻底坠入深渊 本来过着开心的校园生活 要不是孟子 自己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百合看出了孟子的来意 两人也毫不掩饰地一拍即合 那就赌一局呗 赌博金额为4000万 每枚筹码100万 速战速决 倍率依然为30倍 第一次玩的孟子先下注十枚试试水 也就是1000万 孟子觉得这个弧下宽高窄 从物理角度来看 剑插在中间的可能性较高 百合冷笑道 希望这个想法不会害了你 结果出炉 17生 30死 双方全都没有猜中 如果在17的方格下注一枚筹码 赢了就能获得3000万 云锦想要劝阻 然而比赛的规则是 一方筹码不归零就不能退场 孟子让他好好看着 好戏还在后面呢 随后对着百合说 你的做法实在太差劲 之前的攻势战 根本没必要为恢复名誉的亚里 进行巨额赌博 先是给予希望 再将其打入更绝望的深渊 手段和高利贷毫无分别 虽然不知道你的赌计多厉害 但你的人品绝对不敢恭维 堪比狗屎 气得百合睁开了双眼 说句实话还是闭上吧 还在哭的亚里收到了一件物品 孟子在这次赌博中 是否会再次成为胜利者 或者变为家畜呢 孟子拿百合的名字 开起了玩笑 之前下注的数字 与他的名字同音 说得对方心烦气躁 开始解释名字的由来 这可把对方彻底激怒了 来到第二局 孟子毫无征兆地 压上全部40枚筹码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百合看似平静的外表下 内心早已被欺诈 原来会长早就盯上了孟子 只是想试探下实力 既然这么嚣张 就必须拿下他 百合毫不留情地 在八个方格各下注五枚 只要猜中一个方格 就能赢下一亿五千万 孟子嘴里说着请原谅我 随后将全部筹码压在了24 吓得百合直问为什么要这样 孟子早就发觉和关的右手的手钉 这和传统文化根本就不沾边 显得非常突兀扎眼 并且每个人都有 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施展千数而做的准备吧 那些剑一样的棋子肯定有一把装了磁铁 和关手上的手钉加上磁铁就能在摇壶的时候将带磁铁的剑固定 再通过滑动壶的侧面就能让剑以任何方向落入想要的位置 林景好像明白了 刚才挑衅是为了让对方故意出签预测落点 孟子看出和关的手法相当不错 配合也很到位 林景不解的问 下注是在摇壶之后出签也没用啊 孟子解释道 你说的没错 不过这种签数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并不能百分百会赢 操控者需要强大的控制力的同时 其他剑也可能堵住洞口 最重要的是只能控制一把 还是需要运气成分 这样就不需要每次都确保胜利 只要有学生会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 不断的重复赌局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 说人话就是和出签的手法关系不大 完全靠财力蚕食对手 这根本算不上平等对决 随后开始吓唬他 如果自己赢了 你就会输掉二十一七千万 百合开始动摇 这么多钱学生会肯定拿不出来 再加上自己是学生会成员 输掉的话助手们也会沦为家畜 当百合缓过神梦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就在想求何时 被学生会副会长和成员小兰打断 副会长表示 没有和解这一说 让他赶紧爬开赌博继续 十死七生 百合随便吓住的方格竟然赢了 孟子的筹码变成负一百一十五枚 欠债三亿一千万 百合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副会长临走时 孟子暗示他 好像忘了什么吧 之后就开开心心地带上家畜牌 完事后和林景来到一个大房间 说了一种很老的签署 先是在地上开个洞 再用白布遮盖 出签者躲在洞口下用针戳筛子 这样就能得到想要的点数 也就是说在最后开湖前 副会长做了同样的事 想要骗别人就要先骗过自己 林景不解 那里没有洞 而且地板下也没有空间 孟子笑着说 自己动手不就好了吗 只要在每层留有空隙就行了 没想到学生会这么会玩 想想就觉得兴奋刺激呢 第二天开开心心地来到教室 桌子已经被涂鸦成和亚里一样 曾经把他当偶像的同学 态度180度大转变 孟子不仅没生气 甚至还觉得有点可爱呢 孟子沦为了家畜 对眼睛胸要求 当众脱下衣服 刚要动手 林景帮孟子解了围 让他一定要小心 毕竟那么可爱漂亮 然后就把不多的钱递给他 一脸认真的说 只要有本金的话 就一定能翻身 又把钱还给了他 其实现在还没人来催债 今天早上收到了一份人生计划书 被学生会强制结婚 生小孩什么的 孟子连想到这一生 都被学生会掌控 就兴奋得不得了 另一边的亚里 也同样收到了计划书 他被强制19岁 开始和议员交往 22岁结婚 23岁生下第一个孩子 恰好议员是个罗利控大叔 想要不被掌控 只能还钱别无他法 学生会开始发布通知 今天放学后 将举办债务整理大会 说白了 就是债务交换游戏 大家纷纷踊跃报名 由四人一组进行赌博 按台名变更四人的欠款 欠钱最多的 与组内欠钱最少的 进行金额交换 欠钱最少的 则变成欠钱最多的 倘若欠钱最少的人获胜 债务将会全面清明 解除家住身份 得以咸鱼翻身 一旁的亚里还在抱怨 突然看到了旁边的孟子 紧接着小兰公布了赌博项目 双印第安排 排除大小王和花牌 只用带有数字的40张 核观先每人发一张 这张牌不能让别人看到 再发一张自己不能看 要放在头上 让其他三人看到 以这两张牌的组合 进行对决 数字相同的对子最强 其次花色相同 最差的就是杂牌 若牌型相同 数字大的一方获胜 每个人会得到10枚 颜色不同的筹码 申请的金额为欠债的十分之一 如果欠债为一亿的话 则一枚筹码的价值为一千万 以此类推 申报的欠款 由学生会先行垫付 再进行债务转移 并且还要用牌子展示出来 学生会不会进行干预 随意作弊出老千 在赌博的世界里只有赢 输的一方活该被骗 分组的时候 孟子和亚里分在了一起 并且还有眼镜和他的宠物小美 其实眼镜根本没欠款 他故意自己找朋友借了一千万 来到这儿想空手套白狼 孟子让他低调点 眼镜却嚣张地没把他们当人 各种嘲讽 比赛为10局 只能使用自己的筹码 每局门槛为一枚 最多下注五枚 筹码额度最高的胜出 第一局眼镜加注一枚 大家以为孟子不会跟注 毕竟他的一枚 筹码是3100万 然而却恰恰相反 跟注了一枚 亚里没有跟注 一直在观望 孟子一对杂牌 小美同样如此 眼镜同花 赢了第一局 来到第三局 孟子嘴里说着拿到了好牌 先下注一枚 眼镜小心翼翼地夹住两枚 孟子觉得他的胆量太小 眼镜表示这都是战略 这么做是为了确保 不会用光自己的 而保留孟子的高金额筹码 看眼镜那么开心 再次加注三枚注注信 眼镜是童话二和五 孟子是童话四和十 来到第四局 亚里想起那份人生计划书 毫不犹豫地夹住三枚 眼镜吓唬他 这次自己要赢了 就只剩两枚了 然而在跟注那一刻 瞬间变脸 看出亚里和孟子是一伙的 之前孟子说拿到了好牌 明显是个漏洞 因为这个游戏只能看到手里的一张牌 另外一张自己看不到 肯定需要别人帮忙 这也就说明孟子和亚里在作弊 这次还想顾忌重施 当我傻吗 亚里哭了 终于有傻子上当了 眼镜把自己给演了 他手里的只是砸牌而已 前街上一集 眼镜被亚里戏耍后 整个人变得心浮气躁 自己夹住一枚 小美想跟却被制止 孟子可不管那么多 再夹住四枚 眼镜又开始怀疑 他手上有好牌了 还在犹豫的时候 亚里开始嘲讽他胆小卢鼠 再这样下去会变成家畜哦 眼镜打开牌后 却只是砸牌 孟子同花轻松马捏 来到第六局 眼镜经过计算 只要守住孟子 3100万的筹码就能拟 亚里吓住三枚 通过观察小美的牌后 决定不跟 再次被耍依然是砸牌 孟子一脸嫌弃地表示 这么明显的初老千傻子 都看得明白 扭头对着小美说 是眼镜让你这么干的吧 还是收手比较好 通过牌的摆放方式 告知花色 竖着的是黑桃 向右倾斜的是梅花 向左是方块 向前移动是红桃 确认牌的一瞬间 全都表现在脸上 主人这么无能 小美同学太难了 抓住小美的手说 不如我教你个 更实用的办法 然后对着和观小岚说 我并没有告发 他俩作弊出老千哦 小岚表示 请享受这场赌局 这场赌博游戏 大家都在作弊 全都知道自己的手牌 完完全全变成了 谎言出千大战 也就是说 谁能操作谎言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来到第七局梦子 和亚里互通暗号后 同时下注一枚 眼镜选择不跟 暗示小美决胜 小美刚想跟住 就被眼镜大骂 应该夹住 一看这么激动 明显是手里有好牌啊 来到第八局 孟子一亿四千八百万 眼镜一亿三千万 亚里九千五百万 小美四千四百万 眼镜如果拿不到第一 就会负债一千万以上 沦为家畜 亚里吓住一枚 眼镜跟住一枚 不是孟子的筹码 亚里早就看出他没好牌 如果有好牌 肯定会出孟子的高金额筹码 从心理上分析 最多铜花 总数加起来 也不会超过十 说完亚里亮出来了一段 气得眼镜只喊了 来到第九局眼镜已经被玩坏了 想要小美赌上孟子筹码 让自己赢了这局 让他当最后一名就好了 小美在威胁下 只能照做孟子跟住 眼镜意识到 这局无论如何都要赢 否则就要垫顶 开牌后孟子是铜花 这局赢了一亿五千万 来到总榜第一 放出狠话 从明天开始 让你们看看地狱深渊是什么样的 来到最终局 眼镜一脸满足 孟子和亚里说 玩得差不多了 该结束了 眼镜是一脸问号 当看到小美是一对九的时候 觉得这把吻了 自己不跟 必然是第一名 小美哆哆嗦嗦地 吓住了一枚 孟子跟住 这颗把眼镜乐坏了 突然孟子说 我赌小美赢 让亚里也来帮忙 亚里吓住了三枚 三千一百万的筹码 这把小美要是赢了 就是赢予七千二百万 获得第一名 眼镜掐住小美 不许让她跟住 赢过自己 绝不允许 曾几何时 小美对自己的长发 很自豪 自那之后 整个人都被扼杀 一蹶不振 只有今天情况不一样 眼镜恐吓她别根 到了亮牌的时候 孟子二和十杂牌 亚里同样如此 小美有点不知所措地 亮出了对九 小美第一 眼镜第二 亚里和孟子倒数第三次 眼镜负战一千万 表示还有能力偿还 这次肯定不会放过小美 然而 当小兰宣布结果的时候 却是 亚里以一一六千五百万 获得第一 第二是小美的九千四百万 第三是孟子七千三百万 第四是眼镜五千八百万 眼镜大骂 小兰不会算数 自己手里 零零还剩五枚孟子的筹码 总价值一一五千五百万 一旁的亚里和孟子笑出声 两人开始互吹演技 原来孟子申请了五千万 亚里申请了三亿一千万 等拿到牌子后 再互相交换 眼镜拼了老命保护的筹码 其实只有五百万而已 眼镜想申诉 小兰告诉她 没有规定 一定要把自己牌子 放在自己面前 至此眼镜欠债三亿一千万 成为全校最大的家畜 临走时 孟子对着小美说 刚才那样才是人类哦 小美同样也留了一手 孟子和亚里狂赚两亿六千万 孟子和亚里合伙 让眼镜调物深渊 人为家畜 孟子放弃第二名的机会 把赌注压在了小美身上 小美也找回了当初的自己 林景和小兰认识到孟子 根本不为钱所动 学生会惯用的手段 毫无作用 她只想赌制疯狂 亚里闲于翻身 之前欺负她的同学态度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在午休的时候告诉林景 孟子负债依然没变 还是三亿一千万 刨去自己的债务 独吞了余下的两亿五千万 林景差点当真 其实亚里拿了一千万还债 剩下的全给了孟子 林景不解为什么不还钱呢 突然想到了什么事 连往往回跑 学生会成员 田峰看明白了 孟子是想在公事站挑战会长 小兰和林景貌似在千里传音 学生会调查过孟子 她是一个人住 父母双亡 只有个姐姐 姐姐长期住院费用 全都有她承担 其他的还在调查中 亚里也开始了感慨 以后该怎么办呢 在学生会创造的机制中 不管怎么样 都是被压榨的一方 突然小月出现在面前 问她孟子在哪 毕竟你俩是朋友 亚里也不知道她跑哪去了 临走时 小月问亚里 孟子是不是在建制 学生会宝座 要是赢了的话 希望接纳她成为会员 自己无论如何 都要往上爬 剥削别人 过上悠哉的生活 否则就没资格 继承父亲的家业 亚里根本没有答应小月 就跑了 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 学生会并非表面那么团结 自从孟子出现 学生会正在动摇 在赌局上各种完败 颜面扫地 会长也不出来主持局面 就这样无故地消失了 既然老大都不在 田峰就打算不如自己 来当会长吧 他想起被关在笼子里的 很人生之魔 因赌博输了三亿没钱还 就这样被会长摘掉了一只眼睛 天峰问他想不想 和孟子赌一局 孟子突然现身 原来是去买菠萝包了 云锦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就在这时 被美化委员强行抓走 林锦想要制止 却被抱走一顿 小兰发现生妹 被放出来面露恐惧 另一位学生会成员 通报给了会长 亚里不知为何来到了学生会 刚要回答 林锦也被抓来 生妹说 背负三亿一千万的债务 还想挑战会长 不如先和我来一局 这次赌博的游戏被称之为第六感 需要用到现在的房间和监控室 两个房间都装有镜头和屏幕 核官会依照自己喜欢的顺序放牌 之后是参与者在一起开牌 最多张幅和核官排列位置的人获胜 相差的张数就是得分 林锦还以为是玩具枪呢 生妹朝着她开了一枪 直接吓得说不出话 当缓过神开始劝孟子 不要拼命 被生妹一脚踹翻 两人还在僵持的时候 核官放完牌后 每人各拿一把枪 装填随意数量的子弹 在旋转弹下 可以装满 也可以一颗子弹都不装 赢家从箱子中随机拿出一把枪 赢几分就开几枪 孟子接受了 不过要有三个条件 生妹不太愿意接受第三个条件 因为只要孟子每局都赢 让子弹打偏就不会有人受伤 以平局结束赌局 之后生妹增加了新的规则 如果子弹落空的话 就要让对方依照落空的次数开枪 这样就变成了只要枪里有子弹 就肯定会有一方重担了 孟子欣然接受对着林景说 林景问拿什么赢 孟子告诉他就是那个暗号了 然而他根本不知道所说的 那个是什么 随即开始揣摩起孟子的心思 让他俩得分相同肯定不行 要猜自己牌的同时 还要猜生妹的牌 不在枪里装子弹也不行 因为枪是随机抽选的 正在苦恼的时候突然想到 孟子的目的是让生妹不敢装子弹 他那样说是为了迷惑对方 我们之间有暗号 孟子平时绝不会那样说话 只是让生妹误以为我们会赢 在暗号被看穿前 对方肯定不敢装子弹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暗号 剩下的只要装作有暗号就行了 第一局开始 孟子将手摸进兜里 把枪放进箱子 一眼就看出生妹装满了子弹 林锦开始怀疑自己分析错了 他俩摆好牌 林锦开始翻牌 孟子第一局 三比二输了一分 生妹开始嘲讽暗号 只是虚张声势 拿出枪就瞄准了孟子 这时孟子开口说 我可不建议你扣下扳机哦 因为那把枪是我的 枪口应该能看到口红印吧 我在里面装了三颗子弹 枪管也都塞满了口红 如果开枪的话 枪管会有二分之一的几率炸糖 你的手也会被炸掉 然而生妹根本就不怕 让孟子不要再搞些小动作 否则就不客气了 孟子问他 为什么找我来玩这个游戏呢 生妹开始说起 自己没视力的左眼 原来是自己弄瞎的 当时感觉太棒了 整个脑袋都发麻 为什么找你赌博应该懂了吧 不是为钱和娱乐 而是因为刺激 生妹太可怕了 从痛苦中得到快感 对于这个游戏 来到第二局 生妹依然装满了子弹 林锦还没有找到伟名的对策 在已知的资讯里 只有第一局摆放的顺序 既然如此不如搏一把 希望孟子能领会 重现第一局摆放的位置 生妹猜对三张 轮到孟子开牌 5比3孟子赢 生妹不仅没生气 反倒非常兴奋 孟子必须要开两枪才行 并且不能落空 原来孟子早就知道 这把枪是自己的 虽然两把枪都一样 但重量却有着差异 一颗子弹15克 装满就是90克 如此明显的差异 当然感觉得出来 生妹又被戏耍了 另一边田丰 想让亚里加入学生会 很欣赏她近期的表现 来到最后一局 只要能猜赢 就不会有人中枪 林锦刚想要顾忌重施 发现屏幕不对劲 对方开始作弊 一旁的妹子 毫不含糊地将她踹倒 如果不在10秒内 把牌放好 孟子就会被杀掉 幸好在最后一脑完成 这次生妹学聪明了 放6颗子弹 肯定又会因重量被发现 只放一颗 应该分辨不出来了吧 孟子装入两颗 毫不犹豫地放进箱子 生妹兴奋地大叫 是我误会了 本以为是同类 为背负风险而获得快感 然而根本不是 你和会长一样 属于压榨人的那种 既然如此 同样也装了两发 生妹笑她死定了 孟子却轻蔑地 告诉她 这局和前两局相比 放牌的手法非常怪异 前两局屏幕上 放牌的是左手 然而林景的习惯 是右手放牌 除此之外 中间波浪形状的图案 是唯一左右 不对称的牌 明显反了 这就说明 前两局看到的画面 是左右相反的镜像 但最后一局放牌 却是用的右手 也就是说 画面并没有相反 而牌在画面中的摆放顺序 就会倒过来 生妹问她 如果当时林景 陷入慌乱怎么办 随后生妹翻开了 五张全错的牌 渴望着被干掉的那一刻 如果孟子全对的话 就要连开五枪 孟子一边翻牌一边说 这场赌局 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 早就知道你的目的 并不是在赌局中获胜 在和林景说暗号的时候 你却毫不在意 在第一局时 冒着炸糖风险 也要扣下扳机 屏幕镜像 只是为了考验我 第三局的时候 让屏幕恢复正常 故意让我发现出老千 波浪牌本可以换成左右对称的 从以上表现来看 你根本就不想赢 而是等待着被杀 双方全错平局 生妹不明白 那为什么要装两发子弹 不装不是更好吗 提高我重弹的机率 枪里最多装六发子弹 我装了两发 还有四个空的 如果双方分数差距五分的话 就一定会有一颗子弹发射 你肯定会全部猜错 因为你想让我开枪打你 所以我也五张全部猜错 做到万无一失 女神様 一発で 私の歌に遅れ お断りします 继继续为大家更新狂赌之冤真人版第二季 小兰大骂校报记者 关于赌博参与率的调查报道有瑕疵 报道内容必须正面宣传学生会和会长 对于贡献少不合作的学生 在学校将会失去一切权利 记者小哥说起 差点击垮学生会的弄子 先是一个接一个的击败学生会成员 之后在债务洗牌大会上 让学生会欠下了很多债 连狠人生致魔都成了她的迷妹 质问小兰 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学生会正在丧失权势呢 突然会长帽了出来 表示赌博才是一切的胜利 随即将比例在桌上 明示来赌一把 如果倒向你一边 以后报道随便怎么写 反之就乖乖的听话 亚里看到报道后 气不打一处来 看来记者小哥输了 另一边高层商量着对策 生妹已经完全被孟子俘获 百合也说出当天被支配的恐惧 成员们都害怕孟子 与自己展开公式战沦为家畜 会长好奇 下一个派谁出战 田峰推荐偶像小悠 听到歌声的林景不淡定了 原来他也是粉丝 小悠在和粉丝接触的时候 亲近随和 被地里却变了一个人 听到有人敲门 瞬间变回偶像 林景蒙着脑袋 偷摸地看小悠的回放 被亚里发现嘲讽了一顿 孟子看到视频直呼好可爱 也想去看她的演唱会 说完就开心地跳了起来 把一旁亚里和林景看傻了 门外观察的小悠 一看孟子心情不错 主动献上好吃的蛋糕 她这次来的目的是 等孟子成为学生会长的时候 给自己留一个学生会的名额 没想到孟子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毕竟之前是敌人 让旁边的两人有点不解 孟子在储物箱里 收到了小悠的邀请 助理为了安全还搜了她的身 小悠弄到了三张门票 带着林景逼着亚里童去观看 亚里对偶像一点不感冒 学生会成员则坐在二楼等待看戏 小悠结束表演后 宣布了一个特别活动 偶像团体增加了一位新成员 原来她俩约定 如果孟子输了 就要和她一起做偶像 孟子发现被揉烂的信件 看出她非常恨自己的粉丝 问她既然那么讨厌 为何还要当偶像呢 小悠表示 自己的梦想是奥斯卡 在学生会的支持下 很简单就成为了偶像 梦想是去好莱坞 那些狂热的粉丝 会毫不犹豫地为我花钱 所以才会和那些 恶心的宅男握手 孟子捡起地上的礼物 对着她说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赌上各自的人生吧 说完就从经纪人兜里 掏出了录音笔 在进门的时候 就做好了准备 这些公子使得到 这些公子传承 就是打的 这些公子传承 打资这个公子 这些公子 embast 你不看 那些公子传承 幽美子 只会 我 和 嘉宾 我 我 一不让 把 我 也 比 我 我 孟子与小悠的比赛正式开始 主持人开始介绍游戏规则 两人会投掷一颗十个面的筛子来选择游戏内容 获胜者可以在其中一个方格打上标记 无论横竖连成一条线的获胜 不管哪个游戏都是考验成为偶像所需的技能 台下看比赛的亚里和小悠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这绝不是一场单纯的赌局 背后还有更多的阴谋 如果孟子输了 很可能会被迫出现在一些奇怪的网站上 另一边会长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让小兰好好管理学校 第一轮开始 为了公平 主持人要求用手机应用来给选手打分 接下来轮到孟子唱歌 出人意料的是 孟子差点赢得满分 第一轮大胜小悠 选择了常规方式 在格子中央打上了标记 第二轮比赛 吃放了辣椒的章鱼烧 孟子躺赢标记了左上角 第三轮吹起比赛 小悠获胜 选择标记右下角 接下来的偶像歌曲抢达环节 再次获胜 标记了中间靠右 来到第五局 游戏是极限抽鬼牌 只用一张鬼牌和两张A 将对手的鬼牌引出来 非常考验演技和运气 小悠手中有鬼牌 眨了一下眼 时间瞬间停止 原来之前 都是故意输给孟子的 展现在孟子面前 故意想输掉这局 而后再赢下整场比赛 醒来的孟子 表示明白了 非常配合地赢了这一局 标记了右上角 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 压里发现不对劲 整场游戏就像设计好的一样 回到赛场 双方都换了衣服 还是熟悉的校服 穿着最舒服 第六轮制出了粉丝互动游戏 要求两人通过投制筛子 从现场的99人中 选出一名粉丝 说出他的生日 如果双方日期全都不对 则最接近的获胜 这轮小悠势在必得 台下全都是他的粉丝 只有林景在为孟子加油 就在孟子制筛子的时候 小悠再次停折时间 突然孟子开口说 这一轮我很可能会赢 在抽鬼牌的时候 就看出你那个小花招了 你想让比赛变成个人秀 在全场情绪达到高潮的时候 实现胜利 怎么可能让你得逞呢 随后孟子制出的31号 竟然是好朋友亚里 解说表示小变得很漂亮哦 比赛来到第六轮 孟子如果输了 就必须支付5000万 并且成为可以被钱规则的那种偶像 现在双方要写出亚里的生日 小悠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女孩 开始变得烦躁无从下手 看了一眼大屏幕更迷茫了 小悠看到了她的动作写的是六 刚想照抄 被自己的幻象拦住 觉得对方是故意让自己看到 实则写的肯定是九 接下来亚里需要揭晓自己是几月的生日 孟子的答案更接近 获得了最终的圣病 小悠问她搞什么鬼 你连自己朋友的生日都不知道吗 孟子表示亚里虽然是朋友 但才刚认识不久 再说了 如果知道的答案还有什么意思呢 小悠说 是我运气不够好吗 孟子告诉她 这就是赌博的意义 之后助理献上五千万现金 想要再增加一倍的钱 希望能网开一面 小悠哭着说 没关系 放录音吧 既然命运都不站在自己一边 梦想终将无法实现 再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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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大喊 根本不在意小悠如何看待我们 我们喜欢你就行了 其他粉丝也都非常认同 甚至比之前更喜欢她了 小悠激动的擦去泪水 邀请孟子一起唱歌 完事后孟子说 事情还没结束 接下来要帮陷害小悠的犯人定罪 这场赌局的起因是一个小小的邀请函 信和录音笔 看样子是有人想让我威胁 逼迫小悠隐退一样 粉丝们都躁动了起来 胆小的经纪人壮着胆子也提供了线索 小悠沉默片刻指向二楼的那个男人 田丰早已料到小悠会失败 把他俩荡枪使 为自己登上会长宝座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一走上舞台就全盘否认 倒打一耙说都是孟子的阴谋 之后把想当学生会会长的野心 说了出来 孟子说都没证据不如赌一局 田丰直接拒绝 嘲讽他家畜的身份没资格 说完就摘下了家畜牌 行使了任何人都能提出的攻势战 今天为大家带来狂赌之渊大结局 这场大战将由副会长担任何关 轰动了整个学校 大家纷纷前去观战 本场比赛将会使用名叫选择扑克的游戏进行赌博 排除大小王只使用剩下的52张 每一手发5张牌 有一次换牌的机会剩下的就是比大小 在这种玩法里不能弃牌 只能下注或是加注 金额没有上限 谁的钱多就能获得选择权 即使说钱多的可以选择大牌赢或是小牌赢 不好的牌也能成为最强牌型 副会长再次强调 赌博金额没有限制 赌制倾家荡产都没人管你 双方参与者没任何意义 小月觉得孟子不可能赢 如果能把弱牌变成好牌 也就是说钱多的一方可以操控规则 学生会的钱多到难以想象 占有绝对的优势 孟子有3.1亿 每枚筹码1000万 只能换31枚 田丰直接换了100枚 也就是10亿 双方每局保底要下注一枚 孟子问杂牌怎么比大小呢 副会长回答道 只要双方都是杂牌 有一张比对方大就算赢 随即孟子换了两张 田丰换了一张 手牌确定后双方开始下注 田丰出手就是10枚 孟子跟住 再加注10枚获得选择权 开牌后双方都是杂牌 孟子的更大赢了第一局 来到第二局 田丰明白了孟子上局是故意拆散两对 就为了洋装手上的弱牌 此刻 他发自内心的感谢 输给孟子的那些人 这个女孩不按常理出牌 庆幸自己发现得早 差点被迷惑 孟子换了一顿时 这么好的牌都要换 林景和观众都想不通 田丰经过一顿分析 一张未换 直接摊牌了 田丰跟住后 再加注了一枚 选择了大牌 开牌后 孟子是一手杂牌 输光了全部家当 小月失望地大喊 孟子你不是不可战胜的赌神吗 看来自己再也不能重返学生会 家产也继承不了了 田丰表示 这个游戏对钱多的非常有利 遵循着正确路线一定会获胜 之前那些输给你的人 全都被你迷惑 我可是把常人不可想象的事 都计算在内 此时副会长问孟子 筹码已经清零 还要继续赌吗 小月为了回学生会 愿意付出一切 田丰也向他伸出来橄榄枝 最终小月选择了孟子 注资孟子一百枚筹码 来到第三局 双方都换两张 然而孟子依然换了一对很大的牌 加注二十枚 田丰分析 这次肯定又是老一套 想倚若胜强 跟注二十再加注二十 孟子再次加注二十 田丰跟注再加注十 随后孟子缩哈了全部一百枚筹码 一旁的消报记者看出 谁能获得选择全谁就会赢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发生了 双方在注资十亿 小月豁出去了 一直不停地加注 这可把孟子乐坏了 赌资来到了二十亿 达到了小月的极限 田丰嘲讽他 只是一个比别人有点钱的平庸粗人 孟子说 你还有别的东西可以赌 你是日本最大玩具公司的千金 应该能值不少钱吧 赌上你的一切包括人生 输了就会坠入深渊 一辈子被控制压榨 看着疯了一样的孟子 把小月吓得摔倒在地 原来只是幻觉 孟子让他看了一眼牌 如果这都不赌 你的野心也不过如此 此刻的小月 咬下比生命还重要的指甲 夹住了自己的人生 田丰突然说 这样的家住不被允许 我们赌的是前述的堆叠 人生这种无法量化的东西没用 只有会长才能决定学生的人生 会长不在 我们不能做任何决定 孟子对着河关副会长说 你觉得家住有效吗 小月拥有继承权 家产超过千亿 可以轻易注资一百亿 田丰大怒 不认可副会长的权利 会长对着田丰说 专门来看你的表情的 随后让小兰为自己编好头发 帮小月包扎好伤口 比赛依然继续 孟子的赌金高达一百二十亿 田丰急眼了 开玩笑呢 谁能拿出一百二十亿 如果让孟子拿到选择权 自己就输了 会长让他别哆嗦 比赛还要继续呢 嘴里大骂会长是要夺取王位 会长表示 剥夺他部长职位 再加上预估值 最多一百亿 孟子说 从前述来看我们输了 小月慌了 没有东西可以加住 只能听天由命 田丰三个八 俺は王道を行く俺の選択は強い順がご覧遊ばせあなたへの見下り判です 孟子告诉了他什么才叫赌博的正确路线 不要恋战 见好就收 在合适的时机赌上一切 再加上 你不可比你的资金 我就会输 这场赌博的关键在于 小月在看牌的时候 就明白了一切 故意放弃一对圈 洋装罚牌只是开始 我们让你以为我们希望倚若胜强 赌上我没用的人生 才能把你吊上钩 孟子继续说 你在赌一百亿的时候动摇了 然后就偏移了正确道路 走上邪道 小月回忆起 曾经何田峰在学生会的美好时光 哭着鞠了一躬 学校外面又来了一帮人 想要挑战会长 其中就有之前沦为家畜的眼睛胸 一个男人问亚里 你讨厌赌博对吧 亚里似乎认识那个男人 孟子没有了任何阻碍